你好 欢迎收看9月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为了促进花莲公共运输搭乘率 花莲县福配合公路总局 推动公共运输通勤月票的计划 8号在花莲转运站举行花莲T-PAS 行政院通勤月票的发布记者会 而花莲T-PAS通勤月票 共有199还有399两个方案 其中月票199可以是乘车费率 全国最便宜 而将在10月2号全面启用搭乘 也鼓励习惯自驾的花莲人 多多使用大众运输交通工具 花莲南北辖长加上前两年疫情冲击 民众搭乘市区公路客运的意愿不高 为了促进花莲公共运输搭乘率 花莲县福配合公路总局 推动公共运输通勤月票计划 8日在花莲转运站 举行花莲T-PAS行政院通勤月票发布记者会 公路总局审查通过的花莲县月票方案 共有199399方案 最便宜的199可在30天内 无限搭乘花莲县境内台铁区间车或市区公车 交部还有行政院其实在推动这个部分 当然除了希望说能够提供我们公共运输的一个载特律之外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其实就是希望说我们所有的乡亲学子 他们在通勤通学这方面 能够减轻他们的一个负担 那所以其实无看现在目前T-PAS里面所推动的方案 其实花莲县这边所提供的方案其实最优惠的 那所以其实我们很希望说这个方案其实能够广受大家的欢迎 那也希望说大家各位乡亲能够多多的来使用 希望我们很多的这个同学或者是乡亲都能够善用 T-PAS199 399方案让你更认识花莲的美好 199可以搭成台铁跟市区客运 399方案除了台铁市区客运以外 我们又多增加了公路客运 那这一次花莲的月票最大的特色是 我们把原来月票要把买卡的 加值的跟购买月票分开的这个服务 一次集合在我们转运站一站式的服务 所以民众到转运站就可以购买我们月票卡片 也同时可以加值之后可以购买我们的月票方案 直接上车畅游我们的花莲境内 9月8日起推出一站式服务 售卡加值及购票一次完成 同时开放四大超商预购花莲T-PAS纪念票卡 同样也推出线上购票服务 8日起可至转运站申购绑定月票 23日起则于花莲县内台铁各站申购绑定 19日起到10月2日则提供校园注点购票 针对师生还加码申办可获得爱金卡iCash一张 期盼减轻也节省通勤族负担 更为地方通勤学子和上班族带来便利 记者长包演华林士报导